我给小侄子喝了半杯果汁,嫂子大吵大闹,说他们家只喝鲜榨果汁,非要带着小侄子去洗味。 我把剩下的果汁泼在他身上,我看你该洗洗脑子。 我大哥是全村唯一的大学生,当年考上大学的时候,连镇长、乡长都来家里祝贺。 鞭炮声响了很久,他大学毕业后,也就直接留在了大城市工作,听说是世界五百强企业,又娶了城里的老婆。 狠狠地光宗耀祖了一番,但是,自从结婚后,四年了,他从来没有回过老家。 甚至过年的时候,都在城里老丈人家过,给我们就单单打了个通电话拜年。 现在,小侄子都三岁多了,我爸妈还没有近距离看过一眼。 当初,他们要去城里看望嫂子生孩子,结果被大哥拒绝了。 亚童现在住在月子中心里,不希望有人打扰。 就让他好好休息吧。 爸妈想着这是城里人的规矩,就作罢了。 今年是我爸五十岁大寿,好说歹说,大哥才愿意带着老婆,孩子回家一趟。 我爸妈兴奋得好几天没睡好,把家里最好的房间整理出来,铺上连晒了好几天的被褥。 更是破天荒地买了很多小孩子吃的零食,家里堆得跟小麦不适的。 临近他们回家的前一晚,我妈拉着我问道,小麦,我给孙子包了八百的见面礼。 他们城里人礼数大,也不知道够不够。 我笑着安慰他,妈,这就是一个心意,难道大哥大嫂还会嫌弃咱们少不成? 也是,他们赚得多。 我妈的眼眉处都是笑意。 那我这个做姑姑的,也准备个见面红包吧。 我思索了一下,也行。 不过,你现在还没有成家,其实也不需要。 我读书不好,大专毕业后就回了老家。 在村支书的建议和帮助下,承包了大棚草莓。 选地、养殖、销路,每个环节都要自己跑通。 所以忙到现在也没有成家。 这不,一直和父母住在一起。 大哥常言不回来,我正好照顾着父母。 这天,临近中午,一辆蓝色奥迪,CV风风光光,驶进我家院子。 大哥从驾驶座上下来,小跑着过去打开后座的门。 嫂子抱着小侄子下了车。 屋子里的亲戚都跑去院子迎接他们。 哟,这就是小盛吧? 好久没见,现在都是大小伙了。 小盛在大城市里可是做办公式的。 你看这豪车,小盛这媳妇也太洋气了吧。 周家婶婶,你以后可以享清福了。 听着大家的赞美声,我爸妈开心地招呼着大哥大嫂进屋。 爸,妈,小曼。 我哥拉过自己的儿子,来,浩浩,叫人。 浩浩甜甜地叫着爷爷,奶奶,小姑姑。 哎,我和我妈把两个红包送了上去。 谢谢浩浩懂事地一蹦一跳,拿给他妈妈。 嫂子收了红包。 温柔地道谢,阿姨,小妹,你们太客气了。 在那瞬间,我似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这孩子都三岁了,她居然叫自己的婆婆,阿姨。 我妈轻轻地扯了下我的衣服,给我使了眼色。 亚童自己妈妈早就去世了,所以她开不了口叫我妈, 之前和我们说过了。 我没有吱声。 嫂子往我哥的方向看了一眼, 我哥像得到指令一般。 他一边把后备箱的行李拿出来, 一边抱歉地说, 爸,这次我们带的东西太多了。 实在放不下了,就没有给你买生日礼物, 待会儿给你一个红包。 你喜欢什么,自己去买哈。 没事,没事,回来就好。 我爸见到了儿子,已经心满意足, 根本不在意这些虚理。 大哥搬下来两个大行李箱和一个中型的手提包。 我眼疾手快地看了一下,就帮他提着一起回了房间。 打开后。 好家伙,我瞬间惊掉了下巴,满满当当的家具用品。 除了日常换洗衣物之外,他们还带了三副碗筷,三双拖鞋,一个榨汁机,热水壶,洗脸的盆和洗脚的盆各三个,小提琴。 我想着,他们不是就待三天吗?怎么把半个家都搬了过来? 我指着榨汁机,热水壶,尴尬的开口,哥,这些东西家里都有。 我哥一边满头大汉地整理东西,一边说道,我知道,但是你嫂子用不惯,还是用自己家的比较好。 我乖乖地闭了嘴。 理好东西,我哥从口袋里掏出五张百元大钞,递给爸爸。 爸,你自己买点烟酒呗。 连个红包壳子都没有,我爸也是尴尬在原地,连忙推辞,不用,不用,哪能要你们的钱? 大哥直接塞进爸爸的口袋,十分豪迈的样子,这是孝敬你的,你就拿着。 我在镇上订了酒席,快到饭点,于是大家转站去了镇上。 大嫂看了一眼我的武林红光,为难地开口,要不爸妈坐我们的车吧。 好呀,我正好带其他亲戚,我把爸妈推了出去。 我妈悄悄地掐了我一下,你怎么不开那辆奔驰? 早上去送货,忘记了换了。 一大早就忙死,我确实没有思考周全。 不要让你哥嫂觉得咱们过得很辛苦,增加他们的心理负担。 我妈千叮宁万嘱咐,行,行,行,你赶紧走吧。 我自豪地坐上了自己的武林红光。 饭桌上,儿孙在身旁,我爸妈格外开心。 酒味蒙面的亲戚们恭维着大哥大嫂。 一顿饭吃得其乐融融。 嫂子包着下,突然问我,小曼呀,你准备了什么生日礼物呀? 我正在夹菜,被他一问愣住了。 难道要现在拿出来吗? 我哥笑着解释,我已经给爸爸一个大红包了。 小曼是姑娘家,还没有成亲呢,给不给都没事的。 嫂子有点难以置信,生日礼物而已,这个也要分男女呀。 你们也太封建了。 我把菜咽了下去,大大方方地对上他们的谈话,我也给爸准备了礼物。 我把包里的盒子拿了出来,是一款知名的国产手机。 这一部是最新款,店里也要卖进六千。 我笑着递给爸爸,爸这个给你,以后你看新闻,刷视频都不会卡。 也可以经常给我打视频电话。 我爸笑着收下了,嘴上还在埋怨,就知道乱花钱。 旁边的亲戚笑着打趣道,大哥,你真是太有福气了。 儿子给钱,女儿送手机。 是啊,儿女都这么孝顺,真是羡慕不来。 而且老大还特意回来给你祝寿。 大哥估计想起自己的五张百元大钞, 突然变得安静了下来。 嫂子钉卓手里盒子,还在挑刺, 有这个钱干嘛不买个苹果手机呀? 我爸用惯了安卓,不会操作。 我回答着。 然后我就看到嫂子嫌弃中带着心疼的眼神。 我开始怀疑她的脑子是不是不太好。 难道用苹果手机就高人一等? 没想到,这顿饭还有后续的精彩故事。 我给爸订的生日蛋糕送到了。 正好大家也吃饱喝足了。 于是开始切蛋糕,唱生日歌。 我把最大的一块蛋糕切给了老寿星爸爸。 然后接下来一块有图案的,给了小侄子。 小侄子双手捧着,正想吃,嫂子就打掉了她手中的勺子。 轻声骂道,都是奶油和糖,一点都不健康。 声音很小,但是一字不差的还是落入了我的耳中。 我手里的切刀一下子停住了。 我特意选了动物奶油,叮嘱店家别放糖。 旁边的小侄子有点不乐意,我想吃,我就要吃。 声音逐渐大了起来。 我哥有点不知所措,吃一小口没事的。 然后,嫂子就黑了脸,周小胜,我教育孩子的时候,你非得和我唱反调是吗? 我哥奄奄的,不说话了。 所有在座的人脸上,都尴尬不已。 我赶紧把蛋糕分了下去。 大家打着哈哈,假装没有听到他们的争吵。 我带着妈妈去洗手间的时候,居然听到了亲戚们的议论。 这小胜媳妇怎么回事,完全不把她男人当回事。 是啊,好丢脸啊。 说是城里媳妇,感觉是个泼妇呢。 这种人想进我们家门,是不可能的。 我妈拿着纸巾擦着眼泪,我不知道,你大哥原来过得这么苦。 没事的,城里人都是以怕老婆为荣的。 我安慰着她。 说实话,我大哥从小就是天之骄子。 就连村里的小孩都很尊敬她。 我也没有想到,她在她老婆面前那么软淡。 但是,我看她自己甘之若一样。 想必在老丈人家受到不少恩惠。 她时时刻刻洋溢着那种怕老婆的自豪感, 觉得自己比我们这里更文明、更优雅。 她开心就好。 生日宴席有惊无险地结束了。 哥嫂还要在家待几天, 我爸我妈则安前马后地跟在小侄子身边。 这个家里洋溢着又客气又疏离的气氛。 今天在家里吃饭,我妈下厨做的家常菜。 我在厨房帮着忙。 哥嫂在客厅聊天,一副做客的派头。 我妈盛着菜,骄傲地说, 你看这青菜,都是自己家种的。 还有这土鸡蛋,他们平时有钱都买不到。 喊哥嫂上桌吃饭,嫂子看了下饭菜, 脸一下子拉得老长。 我一头雾水。 我哥忙不迭地去他们的卧室拿出专属的碗筷, 递给我,用这个成。 我看着他们面前三碗满满当当的白米饭, 问道,那这些怎么办? 我哥想了一下,说,家里不是有鸡吗? 待会儿倒给鸡吃。 一直在旁边默不作声的我爸似乎也生气了, 不要浪费,放着吧,晚上我来吃。 我无奈地给他们重新盛了饭。 嫂子用湿纸巾擦着筷子, 还在给我们科普,混在一起吃,太不卫生了。 尤其是我们浩浩, 我怕给她染上什么细菌就不好了。 嗯嗯,还是讲究点好。 我妈本来打算给浩浩加菜的手停了下来。 我看着劳两口小心翼翼的样子, 这是气不打一处来。 也是。 分开吃得好。 你们知道有种病毒吗? 染上了会得脑残,千万别传染了。 嫂子没听懂,安心吃着饭。 我哥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我懒得搭理他。 我之前也期盼着他们回来, 人多热闹, 而且小时候我和我哥的感情很好。 但是自从他们待了两天后, 就感觉浑身拘束。 我开始掰着手指头算他们什么时候走, 感觉自己对嫂子的声音已经有点应激了。 正想着,浩浩的大哭声冲外面传来。 嫂子把浩浩一把拖进房间里, 狠狠地打在她的屁股上。 你让你玩,脏得要死。 来的时候,我和你怎么说的? 我冲进来的时候, 看到我妈和邻居大婶一起尴尬地站在门口, 问了一下事情的缘由。 原来浩浩和大婶的孙子在一起玩耍, 乡下难免磕磕碰碰。 两个小孩的衣服上就沾上了污渍, 正好被嫂子看到。 她二话不说,把浩浩逮走了。 我爸爸大哥扯了过来, 让他赶紧劝劝嫂子。 老大呀,这还是贪玩, 也不是什么大罪, 适当教育就好了。 那边嫂子还在大骂, 你这个样子和乡下的野孩子 有什么两样, 小提琴带过来练习了吗? 就知道天天疯完。 这么一说, 邻居大婶就不乐意了。 他静止上前理论, 哎, 你这是什么意思? 明明是你家儿子自己过来玩的, 还骂起人来了。 大哥急忙上前拦住了大婶, 不停地道歉, 对不起, 张家大婶, 我老婆不是那个意思。 大婶火力全开, 那你说, 她是什么意思? 别忘了, 你们都是乡下孩子长大的。 他那个金贵的孩子, 也是乡下的重。 大哥陪着礼,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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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口不择言。 邻居大婶亮亮呛呛地走了, 我妈去扶她。 她狠狠地甩开我妈的手, 别碰我, 省得碰脏了你的手。 我妈将着身子站在一边, 转头看了眼鸡飞狗跳的屋里, 失望地走开了。 因着嫂子的关系, 我家和隔壁二十多年的邻居情, 产生了间隙。 我妈一天之内跑了几趟隔壁, 都吃了闭门羹。 她在我面前偷偷落泪, 这都是什么事啊? 过几天就好了。 我猜等大哥嫂子回了城里, 这种小矛盾也能得到缓解。 但愿吧。 至此, 我也很庆幸, 他俩从未回过老家过年, 给了我们长长一段时间的清静。 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 还没有消停半天, 嫂子又开始作妖。 这次直接把我拉下了场。 晚饭的时候, 我给自己倒了一杯橙汁。 我妈去请哥嫂吃饭, 她俩还在卧室里磨蹭, 小侄子蹬蹬蹬先跑了过来。 她仰头看着我, 天真的问我, 小姑姑, 这个好喝吗? 可以给我喝点吗? 不得不说, 虽然嫂子很闹腾, 但是我的小侄子是真的可爱。 她这么问, 我当然没有拒绝的道理。 我特意找来她的专属小碗碗, 给她倒上了小小的一杯。 小侄子眯着眼睛, 咕噜咕噜喝了起来。 真好喝, 谢谢小姑姑。 我帮她擦了下嘴角, 慢点, 待会儿还有呢? 到这里为止, 我完全没有意识到 自己犯了多大的错误。 一声刺耳的尖叫声 从门外传来。 你给她喝了什么? 我一脸迷茫, 举了举手里的瓶子, 无辜地说, 成枝啊。 哎呀,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这样会害死她的。 她魔正斑叫着, 冲到我跟前, 夺走了橙汁的瓶子。 我当时脑子里一片空白, 心想, 完了, 小侄子有可能橙子过敏。 那我真的是罪人了。 哎, 不对, 我怎么记得看到过她吃橙子的? 嫂子在一旁盯着果汁瓶上的文字, 哭着大喊, 产地是国内的。 你知不知道这里面到底有多少脏东西啊? 我企图辩解, 嫂子, 这也是大牌子, 应该不会吧? 她一把推开我, 抱起小侄子朝我哥哥喊, 小圣, 你赶紧死过来。 开车, 我们去医院, 最近的医院。 我哥也有点猛逼, 啊, 浩浩好像没有什么不是, 嫂子哭着求她, 赶紧啊, 我们浩浩什么时候吃过这种垃圾食品, 每次都是我帮她榨汁的。 浩浩被疯癫的妈妈吓到大哭, 嫂子更是一刻都等不了, 把浩浩直接扔在了后驾驶位上。 我忍无可忍, 上前拦住了她, 嫂子, 你这是干嘛? 就喝了几口果汁, 不至于呀, 你吓到浩浩了。 她抬手给了我一个狠狠的巴掌, 浩浩, 要是出什么事, 我找你拼命。 现场一片混乱, 小孩子的哭声, 嫂子的咒骂声, 我妈的安慰声, 开车, 赶紧开车, 我们带浩浩去洗胃。 嫂子扑在我哥怀里, 尖尖的手指甲在她脸上留下几道疤痕。 我上前擒住她的双手, 冷冷地盯着她, 你是不是神经病? 要让多少人看笑话? 我哥哀求着, 老婆, 别闹了。 最后, 我爸打了个电话给卫生院, 门诊已经关门了。 嫂子不医不挠, 我们去市里。 人民医院, 不能耽误了。 我把杯子里的果汁, 泼在她身上, 不顾及情面的大骂, 洗什么胃, 怎么不找人给你洗洗脑细胞。 我哥赶紧夺过我手中的杯子, 拦在我俩中间。 嫂子瞪着心红的眼睛看着我, 不敢相信这一切。 周小曼, 你太野蛮了。 你扇我耳光的时候, 怎么不说野蛮了? 我也不甘示弱。 旁边浩浩的哭声传来, 她像是棱过神来。 她一把捞起浩浩, 把她的头往下摁, 然后伸出手, 不断地抠着孩子的喉咙。 浩浩彻底吓坏了, 哭得惊天地气鬼神。 嫂子没有丝毫地心软, 继续用尽全力地抠着。 这一刻, 手里的孩子不是她的儿子, 更像是敌人。 我想上前阻止, 我妈拦住了我, 摇了摇头。 我哥在一旁, 看着孩子受罪, 袖手旁观。 最后, 浩浩好不容易吐了点东西出来, 嫂子终于罢休, 然后她马不停蹄地冲进屋里, 收拾东西, 嘴里骂着一刻都不想呆, 此时已经是晚上七点多。 她整理好行李后, 恢复了冷静, 看着我哥说, 走吧, 现在回城里。 现在? 我哥有点不敢相信, 太晚了吧。 你走不走, 不走就别过了。 她面无表情, 甚至都没有看我们其他人一眼。 我哥最终像狗一样地跟着走了, 没有吃晚饭, 也没有和我爸, 我妈打一声招呼。 对不起, 我看着还没有动的晚饭, 我要是不给小孩子喝果汁, 就不会炒了。 走了好, 我爸反而爽朗地笑了起来, 他们在这儿, 我浑身不舒服。 我妈拍了拍我的手背, 我们吃饭吧, 就当从来没有过这个儿子。 那顿晚饭, 我们吃得格外舒适。 睡觉前, 我妈给我哥发了信息, 问他到家没有, 没有得到回复。 六, 大哥再一次找我的时候, 是委托我带着他的吊荡函, 帮他吊荡。 微信上, 他清清淡淡地说了句, 最后求你帮次忙。 我就不回来跑一趟了。 吊荡, 是为了签户口。 他的户口要从我们家签出, 落到他老丈人家。 户主是他老丈人。 这件事爸妈知道吗? 我感觉有些蹊跷, 就好像是入坠。 还不知道。 但是我只是为了拿成是户口, 没有其他的意思。 当初刚结婚的时候, 大哥就想着把户口签出去。 但是当年, 村里有拆迁的传言。 所以, 嫂子让他再等等。 结果等了这么多年, 拆迁的事情 只有传闻没有落实。 哥, 现在村里的户口 只能迁出, 不能迁进, 以后就没有后悔要了。 我再一次和他确定, 这是村里的规定。 没事的, 就算以后真的拆迁, 你嫂子也说不后悔。 我告诉爸妈 这件事情的事情, 他们沉默了许久。 我妈最后忍不住哭了。 还是我爸冷静, 我们也没有制止过他, 他非得这么偷偷摸摸的, 大概是真的想和这里断绝关系吧。 他是我们村里最有出息的孩子。 我妈还是哭哭啼啼, 牵户口的事情, 被村里人都知道了。 大概是我去盖章的时候, 办事人员没有守住嘴巴。 大家看我们家的眼神有了变化, 更多的是一种心疼。 你们说小圣还真是白眼狼啊, 当初大家对他多好啊。 真的呀, 他当年考上大学, 我家还送了羊肉呢, 结果人家根本看不上这里。 最可怜的是周家大哥大嫂, 培养了一个大学生, 结果听说他们家儿媳妇走的时候, 还大吵了一顿, 幸好小曼还陪在他们身边。 有天傍晚, 隔壁大婶端来了一碗饺子。 周家大嫂, 之前和你家儿媳妇闹了矛盾。 哎, 这个事情和你家其实也无关, 不该影响了我们两家的关系。 我妈脸上露出了难得的笑容, 说的哪里话, 都是我家的不懂事, 反正都过去了, 以后咱们还是好好相处。 听说, 小圣把户口都牵出去了。 这, 邻居大婶欲言又止。 是啊, 他在那边工作, 牵到那边也方便点。 我妈为大哥晚尊, 邻居大妈痛心疾首, 哎呀, 这个小圣小时候不是很懂事的吗? 我们这快要拆迁了, 我家亲戚在土地规划局工作的, 早就有风声了。 我妈尴尬地笑了笑, 微信上, 我哥传来一份图片, 之前他说自愿牵出户口, 说以后拆迁也不后悔。 我留了个心眼, 让他签了一份保证书, 自愿放弃拆迁份额, 不得反悔。 我们这里拆迁政策是按照人头来分配的, 我哥不在我们一个户口本上, 那拆迁款就少了一大笔。 既然他一点时间都等不及, 那我们就该成全他。 我看着手机里的图片, 签上了他的大名, 我笑着保存下来。 然后对隔壁大婶说, 我哥不在乎拆迁款, 你看他给我们写了保证书, 以后大家都可以做个见证。 一换过了两年, 大哥几乎不怎么和我们联系。 以往的新年, 好歹有个视频通话。 现在连电话都没有了, 紧紧来一条群发的短信祝贺。 浩浩五岁生日的事情, 我是在大哥朋友圈看到的。 突然想起, 嫂子和我们所有人都没有嫁过好友。 生日宴请了他老婆一家的亲戚, 还有同事朋友, 但是没有通知过我们婆家人。 按照我们村里的习俗, 侄子生日, 姑姑一般要给红包的。 我犹豫再三, 和爸妈商量了下。 我爸猛抽几口烟, 说道, 现在孙子生日都不请我们了。 老头子, 别生气了。 我妈的心态变得好了很多, 他们没有礼数, 我们还是要有的。 嗯, 老爷子同意了, 我之前大寿, 他们给了五百, 小曼你帮我转回去, 我再添三百, 就转个八百吧。 当晚, 我就把爸妈的八百元, 和我自己两千元红包, 都赚了过去。 最近我的大棚草莓生意不错, 尤其是打通了北京连锁超市的销路后, 于是, 我也出手稍微阔绰了点。 祝浩浩生日快乐呀。 我顺便还发了个表情包, 我大哥那边迟迟没有回, 过了许久, 他冷冰冷地回复, 谢谢。 然后把两个转账红包都收了。 我解释了一下, 这是爸妈和我的一点心意, 可以给浩浩买一点喜欢的零食。 小妹, 家里是不是现在赚得挺多的? 她眉头末尾地突然来了一句, 我一下子有点猛, 不明白她一油锁指些什么。 我爸妈其实一直在务农, 现在只是力所能及地养了些小菜小鸡。 没有收入来源, 之前也没有交过养老保险。 所以这么多年来, 我一直给爸妈一些买菜钱, 一个月四五千, 慢慢地他们也存了几万块小钱。 怎么了? 我反问, 上次我们回来, 你当时给了爸一只手机寄的吗? 我还记得当时是嫂子在饭桌上提及, 我才掏了出来。 我哥却开始拿多年前的事情指责我, 你送个手机, 我们却没有什么准备, 弄得我和你嫂子很尴尬, 其实送什么应该和我们商量下。 哥, 你这么说我就不懂了, 当时爸的手机很卡, 我只是给他换个新的。 我也没想拿到明面上说, 是嫂子自己逼我拿出来的吧。 我生气地回复, 你们自己小气巴拉的, 拿了五百项赏赐给爸一样, 还不准我准备像样点的礼物了。 刚刚这些钱, 你嫂子让我别收, 给你还回来。 她为难地给我打字, 可以, 你退回来。 爱收不收, 我是好心过来送红包的, 居然教我做人。 我巴巴等着她把钱退回来, 我肯定立马带着二老出去搓一顿, 这是你们的心意, 我就代表好好收了。 谢谢你们。 我哥扭扭捏捏地回复我, 最后也没有把钱还给我。 我心里暗下决心, 再去联系我哥, 就是我自己犯蠢。 有时候, 甚至不知道他读了那么多的书, 怎么越发地不讲理了。 那之后, 过了差不多三个月左右, 我们村终于拆迁了。 我们城市里要建个机场, 机场的辐射区就在咱们村。 隔壁大婶开心地在村头大声喊着, 我亲戚说得没错吧? 真的要拆迁了? 大家的苦日子到头了。 村主任手里拿着文件, 喜笑颜开, 乡亲们, 这次啊, 咱们按户头分配。 就算有嫁出去的女儿, 只要户口还在我们村, 都能分到钱。 咱们呢, 不搞重男轻女的那一套。 村民们拼命鼓掌, 甚至把手都拍红了。 当天, 家家户户彻夜难免。 一连好几天, 村主任忙着去每家每户签字。 我们家现在有三户人, 按照拆迁政策, 差不多能赔一套城里的三居室, 加上六十万的现金。 但是, 因为我承包了将近三十亩的大棚, 政府为了弥补我的损失, 又格外给了将近五十万赔偿。 爸妈更是高兴地连连感谢政府。 因为田地被拆迁, 后续的草莓供应需要重新签订合同。 我每天处理供应合同, 忙到深更半夜。 爸妈则开始研究起新房装修风格。 这天, 我刚忙完回到家里, 院子里停着一辆蓝色奥迪, 很熟悉。 我再一看车牌号, 果然是我大哥的。 他怎么回来了? 正纳闷着, 发现家里坐了一大圈人。 除了从城里回来的大哥、 嫂子, 甚至村主任, 几个亲戚长辈都在。 大哥眼尖, 一下子就瞄到了我。 小曼, 你来得正好。 听说家里拆迁了。 我扫了一眼大家, 是啊, 这不大伙都在, 主任也在, 你应该可以确认了。 那, 为什么我们没有份额? 旁边一个细细的女生想起, 是我的嫂子。 她画着精致的妆容, 羊毛裙, 嬉皮靴, 整个人显得洋气又精明。 村主任急忙上前解释, 小胜大侄子, 我们这拆迁 都是有上面的政策规定的。 主要是根据户口, 你们的户口不在村里, 所以享受不到。 但是, 主任, 我们的房子还在啊, 那我们就白白承受这个损失。 我哥急了眼, 他说的房子, 其实就是父母分给他们住的一间卧室。 多少该赔点吧? 嫂子的语气不容置疑, 实在不行, 我们都是要按照规矩来的。 村主任严肃道, 我哥怒道, 那为什么小曼的草莓地都有赔偿, 我们正儿八经的房子却没有。 村主任甩出一答文件, 住宅和种植地都有相应的赔偿。 周小胜, 你就不要胡搅满产了。 嫂子还在一旁继续阴阳怪气, 从来没见过哪个村分给女人, 不分给男人的, 你们是自创的规定吧。 这个女人不是一直自诩成礼人, 瞧不起我们吗? 怎么思想堪比清朝人呢? 我实在看不下去, 翻出手机相册。 上面是一张我哥周小胜的亲笔说明。 哥, 这是前不久你自己写给我的, 要不要给大伙看看? 我嫂子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当天, 大家不欢而散, 我哥和嫂子没有住在家里。 当晚就去了镇上的宾馆居住。 第二天, 隔壁大婶早早地候在我家门口。 周家大嫂, 你家小胜, 这个挨千刀的, 她居然跑到政府去举报, 说我们村分款不均。 现在拆迁又要耽搁了。 你们怎么养出这么一个白眼狼? 他使劲拍着我妈的手背, 抹着眼泪。 我们已被彻底惊呆。 这个人, 还是周小胜吗? 举报的事情, 有惊无险地过去了。 因为村主任完全合法合理地按照规章制度在办事。 其他人又开始开心地规划起自家的新生活, 忘记了我哥这个小插曲。 但是我爸妈自此对大哥彻底寒了心。 拿到赔偿款之后, 他们又多给我三十万, 让我重新选地, 重新种植创业。 用这笔钱, 我又扩大了种植规模。 哥嫂当然不肯罢休。 这次他们带着儿子, 一起找到了我们在城里的新家。 嫂子拍了拍浩浩的背, 小孩子鬼灵精怪地冲到我爸妈面前, 甜甜地笑着, 爷爷奶奶好。 嫂子也一改常态, 热情地说道, 爸妈, 我们这次回来看看你们, 看看新家。 我妈第一次被她叫妈, 整个人浑身别扭。 我看着一大群人堵在门口, 于是建议, 要不, 去旁边饭店聊。 不用不用, 我哥打断了我, 亚童买了菜, 我们来做。 果然, 他们手里提着鸡鸭鱼肉, 他们小两口进了厨房忙碌。 我和爸妈面面相去, 饭菜上桌, 嫂子给大家盛了饭。 我妈提醒道, 家里没有给你们被专用的碗筷。 嫂子立马笑着说, 没事的, 都是一家人, 有什么好分的。 之前是我太不懂事了。 久过三旬, 他们终于露出了尾巴。 原来, 他们看中了一套学区房, 准备拿下来给以后浩浩上学用。 现在首付款只缺五十万。 不知道他们从哪里听说, 我爸妈拿了六十万的拆迁款, 立马就过来打主意了。 爸妈, 这次我们实在没有办法了, 才来求你们。 我哥借着酒精开口, 这倒是真话, 如果哪怕有一丝办法, 他们也不可能向爸妈低头。 五十万, 太多了, 我们也没有。 我爸不假思索拒绝了他, 不是给了六十万吗? 嫂子马上搭上话, 这是三个人的份额, 每个人二十万, 其中二十万是你妹妹的。 我妈解释着, 我哥立马又把头转向我, 小曼, 可以吗? 先把钱挪给哥用下, 你的那部分, 我以后再还你。 我笑了下, 什么意思? 那爸妈的钱, 你们不打算还了? 我从小到大, 爸妈也没有给我花过什么钱, 难道不该支持我一次吗? 我哥占红了脸, 争辩道, 这话我就不乐意了。 我爸更不乐意, 只听到他把筷子狠狠地拍在桌子上, 吝声骂道, 周小盛, 做人要讲良心。 从小到大, 我们少你吃少你喝了。 对, 我们是没本事, 但是一路把你培养到大学, 你结婚的时候, 我们也给了二十万彩礼, 已经人质易尽了。 嫂子急着劝阻, 小盛, 你少说点。 爸, 我们这次真的很困难, 请你看在孙子的面上, 钱我们给了小曼去做生意了。 我爸生气地交代, 钱, 我已经投入生产了, 我也老实交代, 如果这次, 你们不出手相助, 以后就当没我这个儿子吧。 我哥撂下这句话, 但是他说晚了, 自从他上次举报村里拆迁仪式后, 爸妈已经不当他是儿子了, 他们没有要到钱, 学区房没有买成, 从此也和我们没了联系。 我的种植事业越做越大, 覆盖了北京之后, 也开始铺上海的渠道。 这天去上海谈生意, 开车的时候, 一个外卖小哥从旁边小路窜出来, 蹭到了我的车子, 他自己也连人带着电瓶车, 摔倒在路边。 我赶忙下车查看他的伤势, 只见他迅速地起身, 拍了拍身上的土, 又抬脚骑上了车子。 等等, 你的伤, 要不要去医院看看? 我拦住了他, 他急得快要哭了, 不要让我赔, 我是不小心的。 声音很熟悉, 透过安全帽。 我认出了他, 我那个高材生大哥, 哥? 我脱口而出。 他震惊了一会, 随后低下了头, 低声说着, 你认错人了。 最终, 我还是带着我哥去了医院, 检查下来, 只是擦破了皮, 不碍事。 他一直担心着手里的单子超时, 坐立不安。 我给他转去了五千块钱, 让他今天就安心休息, 不要跑单了。 中午请他吃了顿饭, 吃着吃着, 他就哭了, 和我诉说起了他的故事。 原来半年前, 他就失业了, 社会环境加上行业冲击, 导致他就职的公司业绩一落千丈, 于是只能裁员。 我哥很倒霉, 第一批就在名单上。 他拿着赔偿金, 信心满满地重新找工作。 但是现在的社会环境太差了, 很多公司都在减员, 所以这一单个就是半年。 半年来, 他们的开销不减。 毕竟嫂子和浩浩从来只喝鲜榨果汁, 最后我哥只能偷偷在外面跑外面, 贴补家用。 嫂子现在还不知道吗? 我问, 我哥点了点头, 嗯, 我不敢说。 还是说了吧, 总不能你一个人承担压力。 我会找机会说的。 他保证着, 转头看向我的车, 换车了吗? 五年前就买了。 沉默了许久, 他问我, 小曼, 我可以跟着你干嘛? 见我为难, 他又急忙补充, 我什么都可以干的, 给我一个月八千就好。 我还是拒绝了他, 哥, 我公司里需要有经验的人。 我公司里帮忙的人, 都是村里出来的。 他们和我知根知底, 也特别勤劳肯干。 当然最重要的是, 种植经验特别足。 我没有任何理由, 让我哥进来。 甚至其他人也都认识, 周小胜, 那个周家的不孝子, 那个曾经举报我们村的人。 个人有个人的命, 我看着我哥又骑上了电瓶车。 他在为他老婆儿子的仙诈城之努力, 我也在为我的未来努力。 해서我51后这件事来看, 我想让它们远。 所以这是我的意思吗